那袁世凱死掉之后 陆真祥基本上都担任政府总统的外交顾问 因为当时国民党议会议员绝对不让他再当外交总长 所以他都只能当顾问 所以他当时都受命去交涉中国的参战事宜 段祺瑞好几次要用他当外交总长 都被国会议员国民党籍的否决 但他都是奉段祺瑞的指示到东郊民相 不断去跟各国谈判中国参战的条件 所以到了1917年美国决定参战 然后要求各国一起 所以陆真祥就跟外交团 尤其是协约国的公使们 讨论了各式各样的条件 结果为了这个参战 当时陆真祥也是跟段祺瑞合作 协助段祺瑞 结果为了参战 造成了所谓的府院之争 总统府李元宏 国务院段祺瑞 互相竞争 斗争 然后呢 又发生张勋复辟 然后最后段祺瑞把张勋 给评定 吕炎红呢 下野 然后呢 就由副总统 封国章出来来担任总统 段祺瑞继续掌权 段祺瑞当总理呢 最后对得宣战 然后段祺瑞又主张 对广州呢 要无力统一 开始借日款 参战借款啊 军界借款啊 买了各式各样的日本武器 编练参战军 所以日本在中国的势力呢 有比较大的扩张 我在这里面材料看到啊 陆真祥其实对于日本啊 是很有戒心的 他对于晚戏 尤其是徐树珍这些人 跟日本签署的 共同防敌协定 里面他是有些不同意见的 他一直主张防敌协定的日期啊 一到那个欧战一结束啊 马上就要停止 结果后来日本呢 在跟徐树珍啊 把他延长到 要等到合约签订 甚至于呢 还要把他跟俄国革命绑在一起 要到俄国能够结束之后 这个防日协定才能够停止 所以这一点呢 跟在巴黎合会期间啊 陆真祥跟这个晚戏之间啊 有心结 跟这个都有关系 不过这个细节了 在这里不展开了 终于在中国对的参战之后呢 陆真祥呢 终于可以再当外交总长 积极参与 准备来筹备和会 然后配合美国总统 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 然后注意到国际联盟等等 做了各式各样的筹备 尤其是透过驻美公子 顾维军跟美国国务院 还有美国总统之间呢 取得了非常的密切的联系 所以欧战期间呢 一战期间呢 陆真祥其实也是扮演了 外交的核心人物 再下来呢 就是陆真祥一生 另外一个污点 巴黎合会 这我有一本书 就是巴黎合会与中国外交 这个对于陆真祥说来 是很严酷的一年 整整一年 他在巴黎 1918年11月11号 欧战停火 那陆真祥呢 当时是外交总长 当时呢 段祺瑞控制的安抚国会 刚刚选出了 徐世昌担任总统 大总统 然后是钱能逊来担任 内阁总理 陆真祥是担任外交总长 所以欧战一停火 陆真祥很快地被任命为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他率领了中国代表团 到欧洲去参与 这个国际盛会 这一张呢 就是当时在巴黎合会的时候 中国代表团的一张合影 这张照片呢 是从那个威尔逊文书里面找到 在中国呢 反而找不到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陆真祥在这里 然后这边是王正廷 施兆基 顾维军 这边是胡威德 魏陈祖 这几个中国方面最主要的人物 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对得出来 所以陆真祥呢 在那个时候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局面 当时呢 列强 尤其是日本 非常的强横 英国 法国的旧外交 跟美国的新外交的 双方的竞争 中国内部呢 党派竞争 互相亲者 无限 尤其是当时最主要就是 徐世昌跟段祺瑞之间呢 有很大的争执 那杜真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忍辱负重 尽量的争取国家最大的利益 所以当时主要的竞争呢 那就是徐世昌大总统 陆真祥当外交总长 所以这个时候呢 陆真祥这个时候呢 大概是47岁的时候 人生巅峰的一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大总统徐世昌 内阁总理钱能逊 外交总长陆真祥 所以陆真祥呢 就当时呢 最重要就是要制定 对巴黎和会的政策 中国的外交方针到底如何 陆真祥命令所有诸外使节 跟协约国战胜国接触 所以当时呢 最重要就是联系美国跟日本 美国呢 对于日本的扩张 暂时的扩张 深具戒心 不承认民事条约 而且美国宣布 14点和平计划里面 对中国都表达了 各式各样的善意 中国呢 后来跟美国不断的接触 尤其是利用固围军的管道 中国要求修改条约 提出希望条件 美国都表示大力协助 所以中国朝野对美国 都有很大的好感 但是美国基本上 想要利用中国来钳制日本 此外 段祺瑞控制的北军的军界 主要是惋惜的军人们 就主张连日 当时的参战军的势力很大 所以当时呢 中国的 在和会的政策 到底是连日或者连美 当时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 徐世昌基本上是亲美 主张对广州要用文字 南北举行合议 在上海合议 用和平的方式统一 然后呢 他在文人方面 在议会里面 主要的助手是研究系 就是梁启超 林昌明 还有汤化龙这些人 那汤化龙在美国被暗杀了 主要就是梁启超跟林昌明 然后研究系跟学界 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他们跟汪大谢 跟蔡元培 关系都很密切 还有熊西林 这些大老 那段祺瑞呢 比较亲日 他是主张武力统一的 然后呢 对广州是要用兵的 然后他手下 最主要的是新交通系 曹汝林 张忠祥 陆忠瑜这些人 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两个派系之间的竞争 我在我写 巴黎合会 中国外交里面呢 就隐隐约约的讲到 武士运动 真正爆发的原因呢 可能跟这个东西密切相关 当然我当然 那本书主要讲外交 那武士运动的部分呢 就闲闲一笔带过 但是另外邓爷呢 写了一本 巴黎合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啊 里面也明指了 他认为武士运动 可能跟这个派系斗争密切相关 所以我们两本书 在这方面的看法 基本上是非常接近 所以陆真祥当时担任这个团长 其实很难做 这个他当时呢 最重要就是联系日本跟美国 然后要组织代表团 他当时要组织一个南北的代表团 所以他就联系了广州的主要三个外交官 希望他们能够加入中国代表团 所以他联系了王振廷 武朝书跟郭泰奇 但是当时广州政府呢都说不行 我们要南北合主 不能够由说南方派人加入北京的代表团 所以这个组团呢一直不顺利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陆真祥面临了很大的问题 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要怎么定 和会的外交政策 到底是亲美亲日 另外这代表团的组成 南方要怎么加入 然后这个中国内部 代表团的内部 各个派系的人之间 意见也都不太一样 然后舆论之间 这个争执的很厉害 然后呢 这个中间各式各样的问题 陆真祥都要去处理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在那个0313这个档案里面 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就是陆真祥在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 他制定的一个训令 这个陆真祥给巴黎和会代表团的训令 他宁定了 他里面定出来的中国的外交 在巴黎和会的目标 主要是些什么呢 他当时定出的一些普通的原则 追求平等的国际地位 跟美国保持一致 追随学业国的意见 希望条件里面呢 提出修改薪酬合约 对德奥条件里面呢 废除旧约 平等定约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在12月1号 陆真祥出发之前 并没有要在巴黎和会提出 对日的 焦州湾山东问题 更没有想到要提出 民事条约 废除21条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原来北京政府呢 是亲日连美的 在山东问题上 依据中日成约解决 不要提出巴黎和会 更没有要废除21条 民事条约的想法 然后呢 在希望条件上面呢 依赖美国 能够修改条约 所以基本上 我在我的书里面说 当时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呢 原来是亲日连美的 但是这个亲日连美这个政策呢 在陆真祥出发前夕 就在11月下旬 美国告诉顾维军 中国驻美公子顾维军 你中国不能又亲日又连美 就中国想要劈腿是不可能的 所以外交史上很多的事情呢 其实跟今天很多的局面呢 都可以连在一起来看待 研究历史并不是说 就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已 其实很多事情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今天很多的局面 所以11月下旬的时候啊 徐世昌跟陆真祥 曾经有过一次密谈 密谈里面呢 大致上是决定 倾向于连美制日 但是怎么执行呢 就要陆真祥去相机执行 所以陆真祥这个时候 面临了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因为他到 从北京到巴黎的路线 他从北京出发 坐火车经过韩国汉城釜山 坐船到下关 再坐火车到东京 然后从横滨上船 横越太平洋 然后再到美国西雅图上岸 再从西雅图坐火车 然后横越美国内陆到纽约 再从纽约坐船到法国Brest 再从Brest坐火车到巴黎 这个路程总共42天 6个礼拜 这42天之内 陆真祥完美地执行 连美制日这个政策 这是过去研究外交史的人都没注意到的 这42天的旅程 陆真祥在出发之前 已经请驻日公使张忠祥 跟日本政府做了各式各样的联系 已经要去安排好了 要去夜见日本天皇 要去拜会日本首相 要去跟日本的外务省大臣内田康哉 要密谈 然后经过京都的时候 要去明治天皇的陵墓上祭拜 中日清散 希望日本能够依据中日诚意 然后实践 要把焦州湾归还中国的诺言 要中日要清散 这个也是段祺瑞所主张 结果徐世昌 这个跟陆真祥 在陆真祥出发前夕的密谈 陆真祥现在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倾向呢 于是陆真祥呢 就在到日本的路上 火车在韩国境内 陆真祥突然生病 生病之后一个电报给张忠祥 我病了 把所有的交际取消 非常失礼 天皇不去见了 首相不去见了 所以这个时候的那个0313里面的那个电报 哇 非常精彩 有很多地方呢 当时就消掉了 很多字就空白了 看不到了 但是蛛丝马鸡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我判断陆真祥应该是小题大做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 随时都可以生病 所以他当时身体有点小小的不舒服 他就小题大做 就生病 应该是装病的成分比较大 所以最后呢 只跟日本的外务省大臣 那天康战呢 会谈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 日本外相问了陆真祥 在巴黎和会 中国不会提出山东问题 中日合作 陆真祥基本上是慢应之 表面上承诺了 但是没有具体的明确的回答 所以后来日本指责陆真祥背信 居然在巴黎和会跟日本竞争山东问题 甚至于还要提出21条 要废掉民事条约 都谴责陆真祥背信 日本方面的学界都认为 这是因为陆真祥受到了 郭伟钧跟王正廷的压力 所以陆真祥没有办法贯彻 但是我从0313的档案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所有的主角决策都是陆真祥 所以陆真祥呢 因为还没有到美国 没有跟美国正式接洽之前 对日本必须还是要敷衍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尽量减少跟日本的接触 尽量减少受到的拘束 那陆真祥经过美国这一段 我后来写了一篇论文 详细的讨论陆真祥在美国这一段的情况如何 陆真祥在日本的时候 还跟张忠祥这些使馆这些人造了一张像 看不出来有太大的病容 然后陆真祥路过美国很重要 陆真祥搭船到美国 12月23号到西雅图 然后坐火车 美国政府派了专列 一列火车专门给陆真祥 派了国务院的两个官员从头到尾接待 12月29号到达纽约 然后12月1号坐船离开到法国Brest 在纽约这两三天中间 有不少的事情发生 当时由于美国代表团已经到法国去了 没有见到高层 但是从很多蛛丝马迹可以看到 美国的接待是蛮高规格的接待 陆真祥原来订了一个普通的旅馆 美国国务院给他订了一个在纽约市中心 在中央车站旁边 这个一栋很豪华的一个大饭店 Biltmore这个hotel 这个hotel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当时的明星片上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一栋 中央车站还在 然后当时陆真祥原来订了一个轮船 不怎么样的轮船到法国去了 结果美国派了一条专舰给他做 就是原来美国总统带着美国代表团 到巴黎去的那一条专舰 这条专舰就是乔治华盛顿号邮轮 然后陆真祥看到他在文书里面写到 我们坐这条船 四万多顿的船过去 船上就坐108个人 我们中国代表团20几个 然后另外还有美国海军助理次长 小罗斯福 也在上面还有他的夫人 他在他日记里面有这样记载 所以美国对于陆真祥是高规格接待 而且陆真祥跟美国有些接触 所以陆真祥一到法国 马上跟美国代表团密切商谈 然后决定在巴黎合会提出三冬问题 提出21条废除民事条约 跟美国密切合作 执行联美之日 所以过去说是顾维军在中间牵线的 但是我的结论是顾维军只是执行陆真祥的指示 整个政策的转变中间的主角 我在这里可以比较肯定的说就是陆真祥 所以在巴黎合会里面 事实上最重要就是三冬问题 但三冬问题对中国很重要 但是对列强说来并不那么重要 而威尔逊受到了英国法国的抵制 意大利的抵制 那日本呢 本身也有坚强的法理依据跟事实依据 所以中日两国竞争三冬问题 竞争的当然不成功 这个在巴黎合会中国外交那里面呢 已经有谈过了 这里细节不多谈 中国在巴黎合会提出了四个说帖 其中有两个是大会是没有处理 大会真的讨论的就是三冬问题跟对德合约 对德合约基本实现了 那三冬问题 这个基本上面是中日竞争的比较激烈 那日本呢 对于中国提出三冬问题啊 严厉谴责陆正祥背信 明明我们在东京都说好 前面都说了好几次 三冬问题是不提出和会的 这件事情跟中国无关 因为在民事条约里面已经说了 日本跟德国达成对三冬的任何的协议 中国都承认 所以这是日本跟德国的问题 不是日本跟中国的问题 日本承诺会把三冬还给中国 所以都谴责陆正祥背信 所以陆正祥基本上除了 巴黎合会第一次第二次大会出席之外 以后就神隐了 都是王正廷跟顾维军去出席 跟日本竞争的 所以大家都说日本也认为 就是王正廷跟顾维军压倒了陆正祥 但事实上陆正祥是在主使的 这是在那个法国外交部大厅里面 开全体大会的样子 这是法国 美国 英国在这里 意大利在这里 日本代表团在这里 中国代表团在这里 在照片之外 对 那个代表团内部本身也有很多的争议了 内政一直不断 我在我的书里面都有讲到 当时那个中日协定就在巴黎合会召开的时候 徐树珍在东京跟日本把中日军事协定延长 所以陆正祥当时也左右为难 再加上当时国民党跟研究系在互相斗争 而研究系又跟新交通系斗争 然后梁启超的代表团又在巴黎 所以这个陆正祥的地位非常艰难 而这个代表团里面呢 对了 刚刚在美国啊 在纽约促成了王正廷加入中国代表团 让中国组成了一个南北统一对外一致的代表团 所以王正廷呢 基本上是以个人身份在美国促成之下 在陆正祥在美国的时候加入中国代表团的 然后陆正祥承诺 不管中国有几个代表出席会议 你都是第二号 你一定会代表中国出席 所以为了这个王正廷变成第二号代表 中国代表团内部啊 炸锅了 大家都不能接受 但是陆正祥承诺了 所以当时呢 中国代表团内部啊 不断的斗争 再加上上海的合会里面 跟巴黎合会里面互相在牵动 所以陆正祥曾经有一度呢 离开巴黎到瑞士去了 最后呢 那北京政府呢派人去瑞士又把他请回巴黎 最后加强了他的地位 就陆正祥有 对于代表团呢 有绝对的最后的决定权 其他人不能跟他竞争 所以巴黎合会里面呢 到最后陆正祥虽然屡屡辞职 但是都没有被接受 而且最后呢 明明确确的 他是最后一切事情 最后的拍板 这在外国的花包上 陆正祥跟中国代表团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代表里面 这个中国是陆正祥跟施造机 在这个图里面 就是刚刚那张照片里面 那个大厅里面 这开全体大会的时候的样子 而山东问题呢 细节这里就不谈了 就是顾维军呢 虽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论点 反驳日本 说要把山东归还 直接归还中国 最后呢 四人会里面呢 是在4月30号做出决定 说山东权益给日本 但日本代表呢 木野 这个做口头声明 而日本会把山东的政治权利呢 还给中国 做了各式各样的保证 但这个东西呢 不能写下来 不能列经合约 要维持日本的一个面子 但这个东西是外交机密 中国代表团当时不知道 到了6月才知道 而国内呢 更不知道 所以在国内都认为 这是外交失败 所以过去都说 4月30号 巴黎和威的决议 后来国内引发武士运动 但事实上 4月30号的决议呢 到5月7号国内才晓得 所以武士运动 不可能是因为 4月30号这个决定而爆发的 只是因为当时 4月20几号的时候 两起超有个电报 说山东问题很危险 都是因为 三个卖国贼害的 所以国内呢 应该赶快起来运动 这个老百姓反对 要把那三个弄下台 把责任归到那三个卖国贼身上 所以武士运动 主要可能就是跟这个研究系 北大合作起来 然后把责任推到新交通系身上 跟徐世上段祺瑞之间的竞争 都有密切关联 但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展开了 所以武士运动呢 外政主权 内出国贼 所以当时呢 在巴黎的代表团 陆真祥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签对德合约 北京政府一直没有给他明确的命令 说签或不签 所以他很为难 后来他知道了日本代表的口头声明之后 他觉得保留没有意义了 应该签约是对中国比较有利的 但是武士运动对他冲击很大 他看到他的好朋友张忠祥 陆忠于曹汝林 都被打完卖国贼下台了 这些人都是跟他一起 在二十一条交涉里面的时候 跟日本在那一边 努力抗争的人物 所以他知道 如果这个时候 他签对德合约的话 没有争取到保留的话 国内一定会发生政治风暴 所以他在考虑到这些因素之后 他最后还是决定 拒签合约 后来拒签合约得到了民意的认可 所以顾为君王振庭都说 拒签合约是他们的功劳 但是我自己是认为 当时的情况 能够决定拒签合约的 只有陆真祥 而且更妙的是陆真祥 决定拒签合约之后两个钟头 又收到北京政府指示 保留 如果陆真祥当时签了 然后再接到保留的命令的话 那陆真祥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但不管怎么讲 陆真祥因为拒签合约 回国受到欢迎 所以巴黎合约对陆真祥 当然是心理冲击很大 陆真祥是不是真的懦弱无能呢 但是我总觉得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无能 但实质上面呢 他关键时刻都是做出决断 最后的决定都是他 他又能够忍辱负重 只是他很多机密都只能够烂到肚子里面 不能说出来 所以他必须要承担各式各样的指责 外交机密也不能讲 他是处于那个魔心地位 内外压力全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他又是北京各派系 能够唯一一个信任相信的人物 所以他的处境可以说是非常的难 很不容易 谢谢大家